你好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有话直说的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岁数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你一听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真的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就是跟我爸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推送啊 什么系数电热毯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电热毯睡多了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北方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快捷酒店的逐大房型 很可能就是温暖电热毯主题大床房 真的 他俩跟其他父母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那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有没有编制啊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啊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听说我是抬柱子 我工作之前吧 大家总跟我说 工作了 你就是个office lady了 你会穿精致的高跟鞋 小裙子 什么职业装 我可能是被骗了 我现在在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什么office lady 我就是个factory girl 我每天上班穿的是什么 工作服 防杂鞋 安全帽 真的 当然不是这种工服 这种粉了巴唧的太娘了 我那个工作服 我这么说吧 跟我老爷六十年前 在车间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就穿着工作服 去挤地铁 那天地铁里面人挺多的 但是大家给我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就这个位置里除了我 还有一个农民工大哥 和一个保洁阿姨 你们记不记得 老板五十块人民币 长什么样子 我们三个站在那里 牧师前方眼神坚定 你就感觉我们头上还顶着两行字 一行是劳动最光荣 一行是还我血汗钱 然后我们车间就我一个女生 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缺什么 就喜欢炫耀什么 我们车间 特别喜欢炫耀我 有一次年会 非要让我代表车间去表演一个舞蹈 手语舞 就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想通了 大家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 让我告诉别人 女生在车间是没有话语权的 然后我们车间前段时间还打算拍一个纪录片嘛 然后那天领导特别兴奋地通知我 小灰恭喜你 结果层层筛选 拿到了我们车间女一号的角色 但是那个导演对我又不是很满意 就跟我说 能不能让其他女生都过来啊 大家都试一试 其他女生 这四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 我来车间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么过分的要求 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这个片子你能拍就拍 不能拍我们可以换人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喜好 影响我们车间的进度 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你要是真想当这个导演 你晚上来我们车间 我给你讲讲戏 女生少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上厕所从来不用排队 我一个人就有三个坑 我感觉我在里面就是精装修一下 按个沙发电视什么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我也没想到我一毕业 就能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 拥有属于自己的20平固定资产 我们车间还打算跟隔壁车间 搞一个拔河比赛 但我们这个拔河比赛 有一个规则很别致 他说每个队伍里都要有一个女生 你一听就很针对我 我感觉我来之前 我们车间是没有资格参加这项比赛的 但是那个画面你想象一下 我到时候如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对面的女生就这么看着 你感觉都不是来拔河的 是来约群架的 后面跟着我们十几个兄弟 到时候裁判一吹哨 他们在后面拔河 我们两个在前面抛头发 我那天想到这的时候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一旦我赢了这场比赛 他那20平的厕所也是我的 然后运动会真的很麻烦 就我的男同事都是十几个人 竞争一个出现名额 我一个人参加所有的女子项目 什么跳远跳高50米100米 每年运动会给我累的呀 我倒不是说这些项目有多累 我就是觉得赶通告真的很累 然后每年我领导还要问我 哎呀小慧 今年四成一百接力跑 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就想不通了 那和我上午参加的 一成四百折返跑 有什么区别呢 工作以后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影视作品 对女工人这个职业非常不友好 就女学生啊女白领啊 拍的都是什么青春爱情剧啊 职场励志剧 女工人 你们跟着我想啊 拍的是不是父母重男轻女 自己辍学打工 嫁给一个车间的技术员 不是丧偶就是被绿 最后没有办法一个人带着孩子 辛辛苦苦成为了一代 成功的乡镇女企业家 真的 每次一提到女学生女白领 你就觉得要么青春 要么专业干练 女工人 你就觉得能干 但是命苦 真的是 为什么没有编剧 愿意给我们这个群体 写一些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我也不想每天 跟我的工友们挤搬车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 高大帅气的车间主任 开着一辆拉风的敞篷插车 把我送到车间门口 然后单手就靠在那个方向盘上 告诉全车间的人 我的插车只有小慧能坐 我下车以后呢 他就会用插车的那个插 给我来一个爱的壁动 还要说一句浪漫的台词 小慧 开开心心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上班嘛 到车间里面以后 他会温柔地给我系好安全帽 然后特别霸道地跟我说一句 我的女人不允许受伤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让我们欢迎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乌兰这个三我是真的要不起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今天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就没出过对象 好多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车间上班 一千多个老爷们 你都找不着对象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虽然是我们车间唯一的女生 但我们车间唯一一个 做了韩式半永久闻媒的人 不是我 这哥们太精致了 真的 他每次见到我都趾高气扬的 还教育我 女人嘛 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我这些年最稳定的一段感情 就是追星 这比恋爱潇洒多了我觉得 因为这段感情 完全不需要对方参与 但是大家跟恋爱比起来 对追星还是有偏见 就我每次去看演唱会 如果告诉周围的人 我去见男朋友 大家还会鼓励我 一滴恋就要多沟通 你要是跟他们说去追星 好多人就开始酸了 哎呀 真有钱呀 有钱没出花是不是 每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要很耐心地跟他们解释 很非常耐心 对呀 有钱 羡慕吗 我觉得谈恋爱 真的太难了 周围的人不是总说嘛 一个人谈了恋爱以后 智商就为负 追星压力会很小 大家最多说我脑残 我是一个独立追星人 我的主要活动 就是独自去看演唱会 有一次我刚买完 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山顶票 然后我晚上就梦到 他们五个人 站在我面前 就说了四个字 到前面来 我醒来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山顶票卖了 买了一张钱牌票 我还安慰自己 钱没了可以再赚吗 他们想见我 可是见一面少一面 那次演唱会啊 下大雨 我站在那里看演唱会 感觉都不是在 演唱会的现场 我就是在看一个 水木电影 一群人穿个雨衣 站在雨里 摇着荧光棒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交警来查酒驾了 然后散场以后 大家那个劲过不去 摇着荧光棒 挤在地铁里还在唱 终点站到了 我们就开始哭 啊 世界真的有终点 太难受了 周围的乘客都懵了 还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还得解释 没有 就是看了一场 55度的浓香型演唱会 后劲太大了 有点上头 但其实追星和恋爱一样 我也特别希望 自己这段感情 得到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每次看演唱会 就会给我妈发语音 妈 你听 多少听 我以为我妈能听到那个唱歌啊 要么就是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我妈只能听到 我自己一个人的尖叫 啊 我死了 啊 命给你 我妈每次都以为 我被绑架了 而且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全世界 都在反对这段感情 演唱会的票你买不到 追星的价你请不到 买周边的钱你又挣不到 像我这种又穷又丑 还对他们死缠烂打的女孩 这些男明星的妈妈 能不能出来说句公道话 拿了这五百万 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而且追星 你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偶像走什么路线 什么定位 新作品 怎么搞宣发 怎么维权 真的 我自从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跟我们车间主任说话 都非常有底气 我说领导 我作为我们车间上升期的小花 资源也太差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事 没有插车证 也有电工证 我什么都没有 还有啊 不要再让我去参加 车间的相亲活动了 我 赵技术员 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 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 多关注我的作品 更难的是 你跟粉丝们喜欢同样一群人 但是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有差异 就有一次我去看演唱会 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刚一坐在那就开始补妆 还问我 你说阿信会不会喜欢我的口红色号呀 我说姐 咱俩今天是全场倒数第二拍 咱俩在他眼里就是两个马赛克 演唱会开始以后气氛特别嗨 又跳又蹦什么的 但是我那天有点不舒服 我跳了一会儿 我想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刚坐下来 他就喊我 站起来 阿信让你坐下了吗 我说姐呀 那上面是个舞台 又不是个讲台 那阿信又不是我高中班主任 会跟我说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倒数第二拍那个小慧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 你跟不上节奏 明明知道今天有演唱会 昨天为什么不遇系 演唱会还会说一些很煽情的话嘛 然后阿信就在台上 特别温柔地说 大人的世界其实很好 你会弹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巴拉巴拉的 我都快哭了 旁边那个女生跟我说 我都快三十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 你有男朋友吗 我情绪整个都被他打乱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阿信让你交头接耳了吗 我觉得吧 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不难 就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样 余老师 有进步吗 感觉 这个特别好 他终于没说工厂里的事 对啊 我特别期待 想听他一个工厂以外的 那种段子 今天终于听到了 小慧 因为之前一直都讲 他真实生活 在那个工厂里的事 这也是我的真实生活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事吗 对啊 就是做梦梦的 让你到前排来是真的 对啊 对啊 他还有一些更真实的 他不敢讲 那你做个最疯狂的是什么 就是追他 我觉得我算比较理智的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是疯狂 说完这个话 我就觉得有大故事 你稍微讲一个可以分享的 睡机场啊 然后排夜排队 排很久买票啊什么的 他讲过一些特别过分的 我都 不行 你走啊 我讲我又不拍啊 不行 不行 我们已经铺垫到这儿了 很难不听的 所以 这个我终于知道了 刚才听这些作品 就是觉得不太解恨 每个点都没说到最深处 可能就是有些东西你不敢说 宇谦老师说的太透了 他说啥 他说 那个什么有的东西你在说 但是你没点透 可能是因为你不敢说什么的 宇老师真的 你忙活了半天别人家一句话就说出来了 他这个真的是他爱的太深吧你知道吗 他是真爱对那个 对所以有的东西点不到最深的地方 那因为他他很多事情他不能说 他有顾虑 咱把他送走好好说他坏话好不好 来 感谢小慧 小慧啊 就说五月天啊 我讲一个大家别生气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五月天的歌迷还是有这个心理素质的 他不敢讲 我觉得挺可爱的 不是那个 不是什么坏事 他就说 他每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他都会全场唱得特别大声 一直唱 我说我们以为就是激动嘛 他说不是 我是怕阿信跑掉被人听出来 难怪他不是吗 哎呀他说 好烦啊他 我怎么混了我以后 这段恰调不要播 不行 大家好我是赵慧 我好热情 是不是觉得我出现在半决赛特别突兀 其实我参加半决赛之前我问导演组了 我说可不可以退赛 我说一个成熟的节目肯定要有一个人退赛的 当时导演组跟我说 你这个咖位不行 其实我也写不出来东西 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怎么选都对 我觉得这不就是随便都行 都可以的意思吗 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我创作最大的瓶颈就是 我的生活太平淡了 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上过热搜 我感觉我到现在为止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高考和找工作 因为我高中学理科的 也不是我选择了理科 主要是文科放弃了我 我觉得文科太难了 你简大题写一堆字一分都没有 你理科写个解字 还能有零点五分 对吧 然后你理科那些题目分析 他都告诉你 ABC都是错的 所以选D 文科那些分析总是写 ABC也对 但是D更对 我每次看完A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我不敢选 我觉得等一等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也是高中的时候 开始脱发的 我觉得就是蚂蚁森林 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 它能不能想办法 拯救一下我们这些 荒漠花的头顶 我觉得可以搞那种 就是你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就可以积 一百克黑色能量 你积够一千克黑色能量 就可以给自己 植一根头发 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就不要太焦虑 虽然脱发了 但是你可以去偷朋友的 黑色能量 帮自己植回来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面临一个选择吗 就是在大城市打拼 还是回老家等父母安排 我没有这个焦虑 因为我回老家 父母也安排不了 就我回老家感觉选择更少 就是那些工作机会 已经被别人的父母 都安排完了 然后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挺不会面试的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这些面试官在想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面试官就问我 说如果你的上司 和你的父母发生争执 你怎么办 我就想我的上司 啥时候能跟我父母 发生争执 我想来想去就一种可能 就是我上司 非要娶我 但是我爸妈不同意 还有那种无领导小组面试 你们参加过吗 我觉得这种面试特别叛逆 无领导小组面试的第一步 就是先选一个领导出来 然后这个领导 就会组织大家讨论啊 然后可能还会帮大家 总结一下这个结论 总有那么一些人 意见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话特别多 还有那种人 领导都总结发言完了 非要站起来 我还要补充两句 就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被选上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这种人在团队里 可能让其他的人更加团结 其他的人会背着他们 拉一个群 聚餐 唱K 骂他 我能被现在的公司录取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 这个无领导小组面试 我正式工作了以后才发现 我们团队不需要讨论 我们有一个领导 他说啥就是啥 也根本不存在 他说完以后 谁站出来补充两句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谁补充 谁干活 然后我在汽车行业工作 很多人就问我 你怎么不去 那个那个那个公司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凡是你们在街上 能看到的车 不光是轿车 包括卡车 公交车 摩托车 我都投过简历 给我的答复都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我甚至投过淡总的公司 给我的答复也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就这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导演组通知我说来录节目 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你一个人啊 来上海 包吃包住 李淡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儿的 哎呀你来就行 来几天就能带你挣大钱 听完我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是搞传销的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从哪儿 知道我的个人信息的呀 然后这个导演组的人就说 从我们的人才库里 我说你可能不太清楚啊 我进过的人才库 比李淡喝过的酒都多 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 从人才库里划了人才的 然后那导演组说 不是 我们这是个正经的 线上节目 我说啊 现在这么嚣张了吗 当下线 还要到线上节目去 说回主题啊 强行总结一下 就怎么选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吧 有的选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一轮没什么主题吗 想跟大家聊一聊我 就是上了节目以后的 一些生活 就我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领导请假 我跟他说 我去录一个节目 他跟我说 相亲节目吗 那你可以抓紧机会啊 我说不是 那个脱口秀 说脱口秀的 我领导说 啊我懂 超级眼说家嘛 就讲一些自己的故事 就是你们这个可能好笑一点 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我感觉这个节目啊 就是也不是特别知名的节目吧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们就感觉我已经是娱乐圈的人了 就我那期节目播完以后吧 第二天 刚好我们公司领导开会 中途打电话喊我过去 我刚一接会一试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不对 几十个领导 做得板板正正 围观学习我那段视频 我就看这帮领导啊 有的看两眼 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炒我的段子 然后 有的领导和两个人交头结尔啊 讨论一下 然后最尴尬的是 我站在他们后面 看他们看我的视频 五分钟 没有人笑 我真的很想走到前面 按一个暂停 我说王总 李总 这里我觉得可能是个笑点吧 大家记一下 要是没体会到呢 我再给你们重播一遍 然后播出以后的第三天 我们食堂就开始放这段视频 我们一个食堂有五十多个电视 我们有四个食堂 我就像食堂的马赛克一样 我同事都说 都没看过这么下饭的综艺 播的第一天 我同事还给我发微信呢 哎呀 你在咱们食堂火了 然后第二天给我发微信 哎呀 我们还得看你几天呢 这食堂播了两天 那个小卖部的收银员都认识我了 我那天去买雪糕的时候 还跟我说 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就是电视上的那个 这个雪糕我请你了 我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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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人家说了 娱乐圈诱惑太多了 我说我得把持住我自己 但人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那个食堂 每天放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尴尬 我吃饭都不敢抬头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不放我的视频了 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 完了 我过气了 前两天还有一个领导来找我 说让我帮他的领导写一篇稿子 要求就是夸夸公司 夸夸领导 夸夸我们这个活动 当然了 要好笑 我说领导这个我可能有点写不出来 领导说你压力不要太大 这个东西我们还会帮你改的 我们改完就好笑了 领导 这就是我帮你写的段子 你要是觉得不好笑 就自己改一改吧 最近我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换岗位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车间女工了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 人设崩了 这还没红人设就崩了 晴天霹雳 然后节目播完以后 就会有人来关注我的微博 其实节目组刚通知我 说要公布我微博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先删一删我那些骂人的微博 我删了三天 我把那些骂公司 骂领导的微博清理了一下 清理完了以后 发现我的微博也清理干净 节目播完以后乍一看 感觉我自己好像长得挺多粉丝的 其实有一万吧 是我妈花钱买的 真的 当时节目播完以后 我妈问我 怎么人家粉丝那么多 你粉丝这么少啊 我说妈 这你跟谁比呢 就算你买粉丝 长的粉速度也没有这么快啊 这句话可能启发了她 我也不知道 她从哪找的这个渠道 真的给我买了一万粉 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直到我看到她跟老板的聊天记录 她跟老板说 这个微博买一万粉 最贵的套餐 这是我女儿 那个老板刚开始以为 这只是一个有钱的亲妈粉 但是他没想到 这真的是我亲妈 那个老板都被我妈的母爱感动了 说大姐你放心 我再送她两千 其实我最后想感谢一下 广州深圳的一些演员 他们知道我要来参加半决赛了 昨天晚上决定 晚上11点钟 决定在酒吧 给我组织一次改稿会 昨天晚上他们喝的一滩烂泥 我一个人改高改到凌晨三点 一整晚啊 他们给我唯一有用的建议是 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是赵小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 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 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 连体裤 就很羡慕 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哇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啦 喜剧的内核啦 你们干啥啦 喜剧从里到外 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啦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 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 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老头没了 那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在这里 提词器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 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 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现金 就像咔咔咔 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笑过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就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 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这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进 我也是想给 有意向合作的甲方 一个态度 就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小慧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 但是我也想聊聊 我的这个择偶标准 我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 就一定要跟他 看一场演唱会 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 那前一段时间 我去看了一场 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好不容易啊 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 我就觉得 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 结果去了一看 第一排那个大哥 有一米九 一整晚都不玩 在那看 拿一个手机 在那里拍拍拍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体验一下 第一排的演唱会 视角真的非常好 这是我看了一晚上 大哥手机发现的 而且本来啊 那个大哥 只能挡住一个人 但是他好死不死地 烫了个头 一下挡住三个人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得亏五月天 有五个人 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 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 老婆拍他拍演唱会 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 哎呀亲爱的 你这个头一千块钱烫的 可真好看呀 我想那就对了 我这张票一千六 有一千就是看这颗头 剩下六百 我就看了个二月天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人跟我求婚 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 真的 你说我听 你说还是听他唱呀 你要不爱听上 后面站着去 别影响我听 你一个人耽误两分钟 全场几万人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 都被你耽误了 而且就那种场合 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 说我最喜欢的人 是你 就工作了以后 我都开始相亲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不太景气 就我们这种技术员 也有销售压力 我每次去相亲 第一句话就问 你有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太好了 给你介绍这款产品 他说我领导都不相信 就是我相亲的时候 还这么敬业 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 没有体会过那种 被欺骗的感觉 在我这儿体会到 就以前吧 我兼职做脱口秀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 偷偷写段子 太刺激了 后来他知道了 就找我谈话 他跟我说 你这个脱口秀 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吧 他说两年多 就是全公司都在搞 新车项目的时候 你在搞脱口秀 我说领导 我这个脱口秀 只是玩玩而已 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 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面试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说完要看我上个月的 业绩考核表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相信我 一份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信任 你这种行为 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 而且我觉得 他有点不懂事了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普通员工 都可能犯的错误 找了个兼职嘛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像个渣男一样 跟他说我说我累了 什么不给东呀 他刚才会炸的 我说你冷静一下 咱俩再聊 从那以后我就明显感觉到 他对我起了戒心 就首先他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他旁边 就方便每天监督我 然后那个工位吧 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了几个字 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用那个隔板 把工位都隔开了 然后我领导每天在那里 假装伸懒药 工作呢 不容易啊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如果你只活在过去 咱俩没法拥有 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说坐在那里 我就抱怨工资好少啊 我领导就说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份 全职工作了 脱口秀不挣钱啊 还是脱口秀好 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 他们都关心我 你领导最近 没有找你麻烦吧 你这么好的员工 他都不知道珍惜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 因为脱口秀 吵架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是觉得我应该 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 就是我54岁的时候 退休的前一年 那一年我有工作 但是不用干活 有资产 但是不用还贷款 那个时候去相亲 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 年轻的 帅哥 对吧 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 问他 有车吗 没有 太好了 有阿姨 你不用再努力了 谢谢大家 小慧 大家好 我是赵慧 都知道我未婚了吧 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 都有机会啊 就我妈 她前段时间生病了 就揽尾着做了一个手术 就这俩小姑娘 咋这么紧张呢 那蓝尾炎不传染啊 放轻松一点 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 但她还是 就是觉得花钱 天天跟我念叨 哎呀咋办呀 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 我说不至于吧 妈 我快三十了 咱家就攒了一万块钱呀 那医保还听你出六千呢 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觉得 手术前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 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 因为他快退休了 不想在这个时候 让人生有污点 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 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 会给我发那种文章 马云说 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 我倒不是怕犯错 我主要怕犯法呀 马云话也太多了 就天天就劝年轻人 你也劝劝我爸爸 你就跟他说 55岁的你不用害怕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真好 真好 真的我那天都紧张得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 行贿罪的减刑标准 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 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 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 拿给医生 我去医生办公室 我说医生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医生看了一眼说 你想手把手脚 我说脱口秀 李云迪一脸 啥意思 这是我的书 送给李云迪老师一本 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 其实那医生一眼就知道 咋回事了 当时就拒绝我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轻松 但是我妈就不相信 她说 你肯定是不够真诚 你得劝劝医生呀 我知道有规定 但马云不说了吗 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 真的我想我还是劝劝我妈吧 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 我妈说你少扯淡了 我就穿着病号服 在这书验的 我不想生病的事 我想啥呀 我说也不难吧 那我穿着校服上课的时候 想的也不是学习呀 挺好的 哇 观众很接 对 她转型成功了感觉 对呀 转型成功了 不讲那个 转型不讲工厂 而且我妈吧 她就想不通自己为啥生病 她以前一直都健身 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她当初办健身卡 是因为我们家那儿 洗浴中心一次二十 健身房一年才一千 我每天听她夸健身房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人健身房那个喷头水真大呀 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 我都觉得就是为了泡澡 因为她自学了三个月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就没有学会 我说你找个教练吧 她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我说不冤枉 咱也交点水费吧 她来广州找我 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还让我办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教练给她回扣 我后来想通了 她是缺个搓澡的 我去过一次 我给她搓完澡以后 就后面十几个人在那儿看着 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 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 我妈一点都不害羞 还特别自豪 因为我小的时候 家里来客人啊 我是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才艺 那天呀 我妈才发现 我身上的闪光点 手劲大 我真的很怕 我妈跟她们说 哎呀 初来乍到广州 没带什么特产 让我闺女 给你们搓个澡吧 人生过病以后 就开始养生了 我妈就是 她现在要求我们全家 每天早晚喝一杯 蓝河绵羊奶 因为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的成人奶粉 男女老少都能喝 能满足我们全家的 营养需求 真的很养生 因为我妈现在做饭 口味特别清淡 我也不敢交外卖 因为怕我妈生气 她总觉得 就是家里有饭了 你就不能吃 外面那些野饭了 所以我每天一回家 就跟去迪士尼似的 第一件事就是翻包 就怕我外带食物 我都没有想到 我快三十了 每天回家前 只能在楼下偷偷吃一包辣条 就每天跟我一起偷吃的 零食都是一群小学生 就终于有一天 有个小孩问我 阿姨 你这个是不是就 越长大越孤单呀 哇 可以 我们有点危险 是啊 她挺好的 后来就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我就想开车带她出门 没想到我妈一上车 就变成怒怒了 真的 摇下车窗骂别人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 摇上车窗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就是开得比较慢 因为驾校我最快就开到四十 所以就是一上四十 我不是觉得超速了 我主要觉得超刚了 就没学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特别着急 一直在旁边催我 你踩油门呀 你抄她呀 你那是假之吗 后来我妈放弃了 开始思考人生了 不怪你开得慢 可能是这个世界 太快了 后来我就找我朋友开车 我觉得她没出过什么事故 应该技术不错 但是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 有些人啊 没出过事故 不是因为技术不错 就是因为她命大 那机制安全带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车开到一半 我妈都有点恍惚了 她问我 你跟妈说实话 我这个病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最烦别人问我的 一个问题就是 阿姨没事吧 他们只想听到 没事这一个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们那种 既表面关心了你 实际上又没有替你 分担任何一点焦虑的心理 所以每次别人问我 阿姨没事吧 我都会说 啊那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要让她紧张一下 但我没想到 这种问题还有第二种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啊这样啊 那没事没事 会没事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首先很感谢 我的领导支持 我搞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开明 然后每次请假 都跟他们说 这把肯定淘汰 以后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晋级了 我这回就是忘说了 哎呦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领导不要再让我去粉丝群卖车了 真的 这几年也就是我们行业不景气 要不然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说不定是我们公司呢 我觉得带字禁足 我觉得我怎么着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了 然后还要感谢无忧喜剧 然后当初就是皮球 他们劝我过来参加 他们说来了就能见着五月天 骗子 哎呀小慧太逗 然后还要感谢肖狗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检委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让我截身自好 让我重新说一把 感谢肖狗文化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他玩家跟你讲这个 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你们真的给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中添了很多烦恼 今年我感觉好多演员都不开心 我觉得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们不开心 你们就考虑换个领导吧 你说 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有道理 拿了大王 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可以想着点我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感言也太炸了 转转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 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 宝贝